男人只是不小心撞死一头猪 农场主竟然强迫他给猪配种 男人以为是要和养猪妹结婚 可没想到农场主直接赶来了一群母猪 杰克当然不愿意 但农场主丝毫不顾他的感受 用鞭子抽着逼他干活 杰克挨着鞭子扛了三天 最后还是被八光衣服扔进了猪圈 就在几天前 杰克开车路过一家农场 在他低头看手机的功夫 一头猪突然窜了出来 杰克连忙踩刹车 可惜为时已晚 杰克下车一看 发现猪已经被撞死 他觉得撞死别人的猪应该赔偿 于是询问一番找到了农场 养猪妹热情地招待了他 表示那头猪确实是从农场跑出去的 但是不需要杰克赔偿 还拿出好酒好肉给他吃 杰克觉得养猪妹是个实在人 毫无防备地大口喝着酒 可等他第二天醒来 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了猪圈里 脖子上套着粗壮的铁链 杰克慌忙询问养猪妹什么情况 还没等对方回话 突然冲进来一个老头 对着杰克一顿毒打 原来老头是这家农场的主人 他说杰克撞死了唯一的种猪 让所有母猪失去了丈夫 杰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至于代价嘛 就是由杰克来为猪群繁衍后代 说完又拎来一桶猪食让杰克吃 显然是拿他当猪养了 杰克哪能受得了这种屈辱 一脚踹翻了猪食 到了夜里 杰克又冷又饿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进了猪圈 对方一言不发 只是帮杰克解开了铁链 让他赶紧逃 男人被当成种猪和母猪配种 因为他撞死了农场里唯一的公猪 杰克被八光衣服扔进了猪圈 眼看母猪的发情期就要到了 杰克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 开始拼命想办法逃跑 但他被铁链锁着 根本无计可施 好在农场里的一位故农心肠好 趁着夜色帮杰克解开铁链 让他赶紧往树林里逃 可惜两人到处的动静太大 惊动了养猪妹 农场主带着人追了过来 杰克还是被抓了回去 眼看逃不掉 杰克只能接受现实 竟然渐渐融入了猪群生活 甚至成了新的猪群头领 农场主看到杰克表现良好 也开始慢慢信任他 刻意给他换了一条长铁链 让他能走出猪圈晒晒太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 农场主突然把杰克带到了屠宰场 让杰克帮忙杀猪 可看着眼前的老母猪 杰克却根本不忍心下手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杰克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后宫之一 此时他似乎把猪当成了同类 心底的滋味难以言说 母猪被杀后 杰克半天缓不过神 这时一只小猪突然出生 杰克被吓了一大跳 这天村里举办晚宴 杰克也去了 但村民们根本没拿他当个人 还指责他不该跟人坐在一起 杰克失落地躲到角落 却恰好看到了自己的汽车 他条件反射地坐了进去 却发现自己已经忘了怎么开车 不小心碰到启动舰 这时养猪妹发现了他 大喊种猪要逃跑 无辜的杰克被农场主拖回猪圈 当着所有村民的面一顿毒打 可这次杰克却被打醒了 丢失的人性也回到了脑海中 男人被关进猪圈整整一年 在这一年里他承担了种猪的职责 跟母猪一起繁衍后代 由于长时间跟猪群生活在一起 他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个人 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猪群的头领 可农场主的一顿鞭打 把他丢失的人性打了回来 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 通过不断训练 杰克成功让小猪帮忙偷来了钳子 用钳子解开脖子上的铁链 然后混进送猪的卡车 竟然真的让他逃出了农场 可是卡车走到半路突然爆胎 翻倒在山沟里 杰克不管不顾地往树林里逃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上的小猪也跟了上来 但此时的杰克已经恢复人性 根本不想管他们 结果刚跑进树林就脚下一滑 倒霉地摔进了陷阱里 杰克试图攀爬却根本上不去 就在他绝望之时 一根绳子竟然从上方伸了下来 原来是小猪们来救他了 杰克获救后满心愧疚 觉得自己辜负了猪群的信任 小猪们显然把他荡成了头领 于是杰克决定带着小猪们一起逃 他们结伴而行 在日落前爬上了山头 但夜幕降临时 杰克突然发现山下的农场着火了 想起猪圈里还有很多猪 杰克哪还顾得上逃跑 想也不想地冲下去救猪 在他的帮助下 猪群得以幸免于难 农场主却死在了大火中 经此一事 杰克确定了自己的心 他要留下来照顾猪群 为了名正言顺地继承农场 他娶了养猪妹为妻 所有人都不知道 杰克这么做只是为了他的猪群 从此这座农场变得越发诡异 明明一头种猪都没有 却不断有母猪怀孕 也不断有小猪仔出生